他只是告訴你說 我有這個東西 隨時可以轉換成核彈頭 而且他轉換成核彈頭的技術門檻不高 俄羅斯本身就有這個技術 我今天用真果樹 也是最新的型號 來打你 因為他是即將 試驗完成的10倍音速飛彈 他的戰術意義已經非常的大了 但是你要我提高到戰略意義的話 那就是改裝核子彈頭 改裝核子彈頭的下場 不必我們多講 我剛才已經講了 一個彈頭可以毀掉三個廣島或是長期 那如果他今天可以帶三個彈頭 他可以毀掉多少 大家就曉得說 今天 我們非常的訝異說 俄羅斯真正用了這個飛彈 他真正用了這個飛彈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們西方跟澤倫斯基還沒有清醒的話 那下次恐怕 普丁就不會這麼手軟了 俄烏戰爭交戰了33個月 本週戰事急劇升級 先從軍事行動 雙方的最新攻勢我們來看 烏克蘭空軍指控 俄羅斯21號對烏克蘭發動攻擊 發射了多枚飛彈 那其中最受到關注的 有一枚是洲際彈道飛彈 這個舉動非常的敏感 因為洲際彈道飛彈 它本身是可以搭載核彈頭的 那這個舉動呢也是俄烏戰爭開打以來 俄羅斯首度使用威力如此強大的遠程飛彈 很明顯就是要來回應烏克蘭在20號的時候使用英制的 暴風之影巡翼飛彈 這是由英國跟法國合制 造價超過100萬美元 飛行速度呢接近音速 而且它的威力很強大 射程您看到可以達到250公里 適合用來摧毀 俄軍加強防護的地堡或是彈藥庫 好那我們時句再往前推 11月19號的時候 烏克蘭發射了美國援助的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這個舉動很明顯就已經踩到了俄羅斯的底線 所以克里姆林宮日前就宣布正式修改核理論 也就是如果遭受由核武國家支持的傳統飛彈襲擊的話 那可能就用考慮動用核武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歐洲國家紛紛為即將可能會爆發的 第三次世界大戰在未雨綢繆 明鏡週刊就曾經報導 說北約80萬大軍朝著歐洲東部挺進抗俄的時候 可能會以德國來作為大本營 好 李將軍你怎麼看這烏克蘭對俄羅斯使用長程武器 結果導致這個軍事呢 這個戰勢越來越激烈 你怎麼看 其實 這枚飛彈 是人類第一次使用洲際彈道導彈 我先讓這枚洲際導彈的威力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我們知道它射程到6000公里 那這枚 其實之前就已經有傳言了 所以說美國來講的話 跟這個義大利還有 這個幾個歐洲的國家 就將他們大使館關閉 原來以為是要打基輔的 然後這枚導彈大概長這麼大 你看這麼大一個 那英文編號名稱叫 RS-26 是洲際彈道導彈 它的射速可以到10馬赫 10馬赫是什麼概念呢 這個美國的愛國者3號的導彈 飛行速度是5馬赫 也就是說愛國者3號 它的速度攔截不到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這個枚導彈 它總共稀有6顆彈頭 如果它是分導彈頭 可以同時打6個目標來講的話 你根本就很攔得住 所以這個事情是 我覺得威脅性是很大 那在這件事情之前 其實還有一則新聞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是俄羅斯 有一家 圖214 這個我們叫末日 這個核戰的飛機來講的話 它飛到天上去 飛了一個小時20分鐘 然後 那時候大家就很緊張 因為 當 烏克蘭射了這個6枚的 美國中程戰術導彈以後 這架飛機就升空了 那時候全世界都很緊張 為什麼你這架飛機升空 後來這家公司的董事長 他說我只是試飛而已 可是那種威脅性 就已經讓大家 很緊張 因為它是 末日核戰飛機 後來一個小時20分鐘以後 它又降落 當大家又舒了一口氣 覺得說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 這麼嚴重 結果那時候其實這則新聞 大概在前一天已經發生了 那時候網路上面已經 X 這個頻道上面已經 廣傳很多 那時候認為目標就是要打基輔 所以美國才關閉基輔的大使館 後來 普京來講他是沒有打基輔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威脆性 十足 因為是人類第一次 人類第一次使用 洲際彈道導彈 它的射程可以到 6000公里 這麼遠 那也可以裝盒子彈頭 然後十足可以高達 這個史馬克 也就是說愛國者三號 是根本難不渡的 那為什麼 這個普京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結合他的更新版的核理論 他的核理論是什麼 可能有些觀眾不了解 他原來的說法是說 我 俄羅斯是一個核子武器國家 當我遭受到核子武器攻擊國家 對我實施核子攻擊的時候 我才會做核反擊 但這次他修改的是 說 這個 當他的這個 烏克蘭使用 這個美軍戰術中程導彈 對他攻擊的時候 他立刻修改 而且簽了他總統命令 他簽的命令很明顯的 他就說 我俄羅斯以及我的加盟國 遭受到核子武器國家 提供給非核武器國家 武器對我攻擊的話 我就可以對這個非核武器國家 實施核子攻擊 講白話文就是說 如果說你 烏克蘭接受美國 或英國這些核子國家 提供武器對我實施攻擊來講的話 我就可以對你實施核子 報復 那果然不錯 當這個中程戰術導彈對他打了六枚 那到底是打六枚還打八枚 各自的說法 這已經不重要了 但是緊接著馬上我們看到 英國提供暴風陰營導彈 也對他攻擊 那德國 蕭之本來精靈無作 會不會打 我們不曉得 現在還在觀察 如果德國也打的話 我覺得就有可能構成 第三次世界大戰 尤其是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這個原來 烏克蘭的總司令 叫雜盧日內 他其實是具有戰功也是老百姓最支持的 因為在2023年春季反攻的時候他打了腎臟 把烏克蘭推 把俄羅斯推回去了 那也因為功高震主 所以說 德倫斯基將他 這個 將他卸職 換 社爾斯基來擔任總司令 然後叫他幹嘛派駐到英國去 也就將他冷凍在那邊 但是我們要知道 現在來講為什麼會有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覺得純粹就是拜登跟雜盧日 跟這個 小澤澤倫斯基兩個來講的話 演了這一齣戲 那純粹只是 我的解讀 我認為純粹就是他們兩個人私人的恩怨 因為 拜登來講他要報復川普 我就是不讓你結束這場戰爭 那澤倫斯基來講的話 其實他現在來講如果這場戰爭 真的 川普上台結束之後 他現在面臨的命運 就是他不能再當總統 為什麼他不能再當總統 第一個他現在是用緊急命令 來延續他總統的任期 他總統的任期已經到了 那烏克蘭來講 因為他說我現在在打仗 所以我沒辦法選舉總統 我用緊急命令來延續我總統的政治 政治的生涯 可是如果說是一旦停戰以後 立刻要做了一件事情 是總統選舉 那總統選舉的話 他一定不會當選 會當選的人是誰 就是雜盧日內 雜盧日內是 烏克蘭現在心目中的英雄 只有他打勝仗過 所以雜盧日內現在講這種話 一點也不稀愛 那 泽倫斯基會到哪裡去 其實我認為他會被掉路燈 為什麼我講那麼嚴重 你認為說他這次 惹了這個禍以後 他讓這場戰爭沒辦法結束 本來川普認為說我要結束這場戰爭 你現在把 跟拜登兩個配合 把這禍越捅越大 那如果讓我沒辦法收拾的話 你認為川普會不會恨他 以川普租基必教 有仇必報的個性來講的話 他會不會對 責任斯基提供政治庇護 我覺得那可能有待我們考慮 那烏克蘭北約這些國家來講 會不會提供給他政治庇護 其實我們也有待觀察 為什麼因為現在 如果說是當烏克蘭戰敗 我覺得北約這些國家為了求自保 不見得願意去得罪 俄羅斯 在這種狀況下 這個 那他自己在國內裡面 老百姓又認為說 你今天打了敗仗 你又投降 你又將我們烏克蘭弄得斷元殘壁 然後老百姓流離失所 然後人民死亡 傷亡無數 土地資源全部賣給美國貝勒來公司 那你認為他有沒有可能被烏克蘭人民 掉路燈 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爭打到現在 其實 講起來好像很嚴重 那但是我個人看法 純粹就是澤敦斯基 為了延續他的個人的政治生命 以及拜登為了報復川普 只是個人的私人恩怨 拿全體人類的 這種 這個安全 來開這麼大一個玩笑 那後續有沒有可能發生更大的 這種危機爆發 我覺得現在很難講 因為後續我們要看看 到底這個北約這些國家 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然後澤敦斯基會不會更加的挑釁 用更大的動作 但是我特別要講 這兩次不管是 這個中程戰術導彈 或者是說英國打的這個飛彈 他們打的目標來講 其實都無關痛藥 為什麼 一個是打的是 這個 俄羅斯的 它的一個彈藥庫 那個彈藥庫只有100公里 是 無人機就可以打得到的範圍 而且它無人機已經打到過了 你為什麼要用100萬的飛彈去打 那就是挑釁意味十足 那第二個英國的這個暴風陰營打的飛彈是 這個是 盧克斯甘那個地方 那個已經是戰場上的地方 那已經是戰場上的地方 所以你是用 一枚的這種戰術導彈 去當一發炮彈在打的這種戰術效果 我覺得效果來感 庫斯克爾這個地方 然後打的效果絕對是不大的 因為哪有沒有飛彈 去當砲彈的效果來打 我覺得這個 達不到它戰爭目標 你 德倫斯基如果說你真的是有種的話 你就去打 庫斯克爾的那個核電戰 我就是才能夠達到戰略性的目標 戰爭邁入了新的階段 核威脅的陰影籠罩著全球 烏克蘭指控 俄羅斯首度朝烏克蘭 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飛彈 而克里姆林宮呢 一面拒絕評論 但是另一同聲稱在 努力避免核衝突升級 我們從圖卡上的戰況要來看到 烏克蘭指控俄羅斯以RS-26 邊界洲際彈道飛彈 轟炸了中部城市 地內波羅 那俄羅斯方面 總統普丁就說 因應烏克蘭使用美英長城的打擊武器 所以俄方 已經在實戰當中 成功試射了這最新型的 極音速中程彈道飛彈 真果樹 而且強調說 現有的防空 或者是反飛彈系統 是沒有辦法攔截 我們再往下看到的是華府智庫的 戰略技國際研究中心 他們認為 在西方陣營提供的 愛國者防空系統援助之後 烏克蘭雖然是有能力 可以應對洲際飛彈的威脅 但是數量也有限 那只能夠進行重點式的防禦 說到這邊大家也很好奇 究竟這個RS-26 邊界的洲際彈道飛彈 幹哥它有什麼樣特殊的地方 OK 我今天特別帶了 真正的 模型 RS-26 洲際彈道飛彈給大家看一下 好 它是什麼樣的一種飛彈呢 它其實是新一代的 戰略飛彈 那這個戰略飛彈 坦白講一句 它不是用在一般的狀態之中 它叫做末日武器 它都是帶核彈頭的 可是這一次 為什麼 普丁下令會用了 這個飛彈 從阿斯特拉罕 發射 擊中了 烏克蘭中部的 蒂涅伯羅 大家就想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飛彈呢 這飛彈威力非常強大 它一般配備的是核子彈頭 可是這一次發射 等於是對西方一個下馬威 就是說我降載 什麼叫降載 降載我撤去核彈頭 我用傳統彈頭 傳統彈頭你知道嗎 其實它可以帶三枚 每枚是800公斤 當它要發射的時候 仔細看 它是這樣子垂直發射的 OK 它可以隨時任意調任何角度 調任何角度 就有任何不同的射程 OK 好 那當它 打開到最大的角度的時候 它就是純粹的核子武器了 那一般而言 它可以帶三個彈頭的核子武器 每一枚都可以摧毀三個廣島 所以它有這麼大的威力 這一次我們不用核子彈頭 我們這次用回傳統彈頭 那大家會想說這飛彈究竟有多大 我們現在在哪一輛 德國給烏克蘭的鮑爾A6坦克來相比之下 大家就會曉得 這輛坦克 七十二分之一 它的全長是六公尺多 那足足有三倍大 才是這個 真果樹飛彈 那這真果樹飛彈是長十八公尺 所以這個實際上它是一種大殺器 它是根本就是要摧毀整個城市用的 那我們現在來講它的戰術意義 它的戰術意義就代表 你一直用ATA、CMS打我 然後你又用暴風之印打我 我們俄羅斯難道沒有還手餘地嗎 於是我就拿出了這個來還手 但是因為這個如果打下去的話 烏克蘭是毀一半 沒關係 我們正在測試之中 我還沒有給它編號 它本來的編號是RS26 那是它的上一代 叫做RS26是它的上一代 叫做邊界飛彈 那現在有更新的型號 叫真果樹 Oriskim 它這個飛彈的話 就代表說它是比RS26還要更進一步的 十倍音速 高超音速飛彈 根本攔截不到 美國最好的 那個愛國者三行 或者是美國剛剛賣給台灣的 NASAMS 這些防空飛彈通通攔不到 因為十倍音速 砸下來的時候 絕對是 是個浩劫 我只能這樣子講 所以這一次 在西方的戰術家跟觀察家的眼裡面 看這件事情 他們都會覺得非常驚訝 因為這是 有史以來第一次發射洲際彈道飛彈 那可是 後來西方觀察家說 不是 它只是中程彈道飛彈 我會告訴各位 用這個飛彈 它現在只是幹嘛 它只是告訴你說 我有這個東西 隨時可以轉換成核彈頭 而且它轉換成核彈頭的技術門桿不高 俄羅斯本身就有這個技術 我今天用 真果樹 也是最新的型號來打你 因為它是即將試驗完成的 十倍音速飛彈 它的戰術意義已經非常的大了 但是你要我提高到戰略意義的話 那就是改裝核子彈頭 改裝核子彈頭的下場 不必我們多講 我剛剛已經講了 一個彈頭可以毀掉三個廣島 或是長期 那如果它今天可以帶三個彈頭 它可以毀掉多少 大家就曉得說 今天我們非常的訝異說 俄羅斯真正用了這個飛彈 他真正用了這個飛彈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們西方跟澤倫斯基 還沒有清醒的話 那下次恐怕 普丁就不會這麼手軟了